勇士歌的女人 那其实 那在这两年的祭典 就是也是一样 就是我从被攻击 被不认同 甚至被吐口水 甚至可以指责我的鼻子讲说 你是女人 我什么要唱勇士歌 会变梁梁枪这样 她说我们的勇士会变梁梁枪 可是 慢慢慢慢过了一年 两年三年四年 部落的老人家 慢慢的认同 因为她发现 自从我回部落 开始带孩子唱歌的时候 我的部落将近超过15个 会唱勇士之歌 我本来是部落里面 唯一可以 还会唱勇士歌的女生 那部落里面有一个期老 她是专门唱勇士歌的 有一天她就跑来找我 她在去年的年底 不过世 不幸的过世 当她发现说 她已经不能唱的时候 她就来跟我说 妹妹 因为部落的老人家都叫我妹妹 虽然我长得不像妹妹 比较少得像羊 可是因为他们就很非常非常的疼我 所以他们都是叫宝贝 要不然就是叫妹妹这样 那她就说 妹妹我可不可以带你去同屋家里这样 我说什么事吗 她就说 我想把勇士之歌交给你 因为你在做传唱的工作 那我希望你把这首歌 不是你自己唱 你也要让很多很多的孩子 会唱这首歌这样 她就是希望 那这个勇士之歌呢 不会不会断掉 不会因为她走了 就没有人会唱了这样 那所以我就跟她说 好我去 可是其实我知道这条路非常的困难 然后我就跟她去同屋家里 然后同屋就跟我说 没关系啊 你可以唱这样 那就这样 我就开始被攻击了 攻击了好几年 甚至在祭典里面不能唱这样 可是在这两三年 我已经开始在祭典里面唱这首歌了 因为没有人要报信 所以这一两年 我在我们自己的部落 跟隔壁的部落 我都有做报信的工作 那我也跟孩子讲 这不是女人唱的 是男人唱的 可是因为没有人会唱 所以我唱 但是我希望很多的孩子 可以去诠释这首歌 那可以一直一直的 把它流传下去这样 那也在这一两年 我开始接触有事 那只是因为 我会唱很多很多的有事歌这样 所以他们就 让我去教有事 我教有事歌 那接下来这首歌 就是有事之歌 前面是传统的 后面是改编的 因为我都尽量 不要再公开唱合唱传统的 所以我只唱一段传统的 那后面是我们把它加了快版的有事歌 就已经不是 已经跳开了那个 我的鼻子一直很感动 也从不是眼睛啊 那接下来这有事歌 可以给我一点掌声吗 在这一段优传统的 在这一段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在这一段优优优独播剧场—— 在这一段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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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段优独播剧场——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的家人一直觉得很骄傲 可是其实我自己很难过 因为就真的没有男人了 妈 我的朋友讲 可是还好现在已经 有很多的孩子愿意去学 会自动的来我的教室上课 这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接下来 一样我要为各位朋友 带来这首情歌 那这个是 一见钟情 我给他一个名字 叫一见钟情 因为实在是不好翻啊 所以我用最简单的 最简方 最简单的方式 去给了 他一个名字叫做 一见钟情 这个第一段的歌词的就是说 不知道我的眼睛怎么了 就像被切牛花的枝翼 滴到了一样 就像被切牛花的疼 勾住了一样 就是盯着你动也不动 这样 就是他爱上的女生 对不起 我只要唱有诗歌 我就全部乱跳 在个屋子的哲来 中文字幕不能叫 属于语唱 中文字幕不能叫 反正 中文字幕不能叫 傻子 穆 写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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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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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